花蓮山区旅旅传出登山意外 救护人员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 在紧急状况时 有受过训练的救护人员 就能当下发挥良能 高级救护技术员到达之后 对于OCA的患者 他就可以给他肾上腺素 那这个有助于患者 在到院前他就可以回复他的心肺功能 学士 能力 还有那个经验 好好的去传承 要成为一位高级救护技术员并不简单 要经过初级40小时 中级280小时 以及高级1280小时的训练 才能合发征兆 花蓮区从2018年开办 救护技术员训练后 抢救率提升到22.7% 高级救护员的学长 跟我们聊到一些高级救护员 可以做的事情 比起中级的救护技术员更高 那更能够帮助现场急需救治的伤患 所以我就报名这一次的救护技术员 抢救生命刻不容缓 没有经过完整的救护训练 才能减少遗憾发生 大爱新闻林斯文中江坡花莲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